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就是遵守规则 我不喜欢把这些当借口 我自己不喜欢 就是克服一些困难 就像我们当年 打仗一样 这是我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个东西 然后最后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还是 我很开心 这是我的第一块奥运金盘 未来我相信也会在游泳上更关注游泳本身 去挖掘我在游泳上面最后的潜力吧 这就是我发音的一个人 是在游泳上更多的潜力